今天给您介绍这个穿三片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穿出来的汤 在北方餐馆或者是家里头 常常没有汤的时候就来一个穿三片 这个三片并没有一定是哪几种东西 有的时候是猪肝 有的时候猪腰和海孙 蒸肝 肚片 什么都可以穿 那么当然肉片是大多数一定有的其中的一个料 那么这个肉片也就是买比较嫩的瘦肉 切成很薄的这个片 然后就给它用一点太白粉给它腌一下 这个本来在北方是不腌过的 但是腌过的的肉片比较滑嫩 所以我们现在呢都是喜欢用这个一点这个调了水的太白粉 把这个肉片呢抓一抓 让它等一下下了锅的时候外面滑滑的 吃起来呢很有这个嫩的感觉 好了 这是肉片的处理方法 那么这里呢是海孙 海孙呢已经在水里头煮过了 换句话说已经去过这个腥味了 那么现在呢就开始片 要片得薄薄的大大的片 所以就要用这种斜刀 斜刀而且是刀子是放平了的 这样子给它片成薄片 好 这几片海参等一下就可以 制节的下锅了 因为已经触过腥味了 这里呢是蒸干一个鸭蒸 这个鸭蒸呢你要记得把这个皮一定要拿掉 那么鸭蒸呢切片也可以 给它切花也可以 总而言之要让它很快的能够熟才好 那么这个硬的地方呢就给它这样子 拼下来 不要用 除非是红烧或者是卤 那么你可以带着这个硬皮 其他的用处的时候呢都给它切掉 是比较理想的 好 这上面给它切几个刀口 然后呢就是给它切成三片 好了 就把这个蒸干呢都切成这个样子 一个蒸干呢有四块肉 切好 那么另外呢它的这个配料 今天这个三片就是肉片 蒸干和海参这个三种 那么配料也就是说这个蔬菜的部分 你用这个黄瓜片或者是用笋片都没有关系 这个随便你自己用这个豆角也可以 把这个黄瓜呢都切成这种所谓的马蹄片 好了 这个一汁呢就太多了这个黄瓜啊 不过呢多吃一点这个黄瓜 维他命C很多而且颜色又很漂亮 我们就都把它切了 这里呢是榨菜 榨菜呢切片 好 现在呢锅里呢把这个高汤 就是骨头煮出来的汤烧滚 烧滚了呢就这样呢就可以下锅了 首先要放的是这个海参 海参不怕煮啊 因为这个汤不是油不是很油 通常呢海参是怕油的东西 好了等到它大滚了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肉片下锅 等到肉片滚一滚熟了 再把蒸干也要下锅了 这个肉片下去以后不要马上去动它 因为它拌的这个太白粉会掉 好 这里是蒸干 蒸干也不能煮的太久会老掉 还有黄瓜片 现在这个动作就是穿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讲过 穿的东西呢是连汤吃的 这叫做穿 好了 这里是酱油 少许不要太多 不要太黑 这里是盐 好 等到它滚起来了 把上面的这个泡沫 就是拿掉一些 熟了 好 这里是榨菜 榨菜一放下去马上就关火 火就关起来了 好 那现在呢就这个汤就好了 淋一点麻油给它 我们就把它倒出来了 好 太满了 那么吃的时候再撒上一点胡椒粉 就会很好 这个就是给您介绍的最简单的穿 穿三片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见 有点 表面 那 一点